HELLO 大家好,我是軒仔 今天我們午餐就去了銀機搶粉店買這個午餐 它好像有幾間粉店,一間就是Warden & Steels 另一間就好像是Highway 7 我們在這個App叫,在這個熊貓App叫 有六折,所以很划算 我們今天叫了什麼? 叫了很多腸粉 因為它真的主打腸粉 它的腸粉是不錯的 我們今天叫的這個就是 黑松露鮮蝦王子菇腸粉 你看看,那些腸粉真的有黑色一點點 而且是新的 這個我沒吃過 最近有這麼多黑松露的東西 這樣才可以賣貴一點的東西 但它這個黑松露的樣子好像發菜碎 好像黑芝麻一樣 它是紫菜碎的 第二個我們就叫了這個就是 魚羊腸 對,有牛肉和豬肉 它這個就是跟平時我們吃開酒樓的包法是不同的 你看到它是一塊角,不是一條條的 然後這個就是炸糧 它的炸糧也是跟著甜醬麻醬給你的 還有這個就是蝦米腸 都很多蝦米 對,有多少料 那它還給了我們幾個醬油 那些醬油是暖的 還有就很加分的 然後我們就叫了一個糯米雞 糯米雞它有兩隻 那它的糯米雞也有多少料 然後就有一個炸魚皮 那炸魚皮,化妝到滿了也不錯 那它的炸魚皮還有一筋兜湯給你點的 還有我們叫了一個蠔仔粥 哇,真是很大隻蠔,都算了 有幾隻,怎麼炸都炸到三四隻了 我們還叫了冰鎮奶茶 對,它這裡有冰鎮奶茶 是沒有冰的 對,那它就不會帶了你的奶茶的味道 就是原味一點 不會稀色 對,就是不會稀色 然後我們就叫了這個就是冰鎮 還有它們的包裝都很用心 對,它真的用保鮮紙包著 讓它不會寫 然後再蓋蓋上去,這個不錯 還有它的餐具也包得挺漂亮的 你看它用紙巾包著筷子 然後有一張膠紙黏著,一套紙巾在裡面 整體包裝都很好 對,包得挺好 唯一不好就是它好像把那張order紙放在盒子裡 它全部都有一個紙在 然後濕了水就要劈在裡面 然後弄出來 但是整體包裝都挺好的 我們試試它的黑松露腸粉 看看黑松露味道不道 我吃到一些菇 它吃進口真的有黑松露味 它不是只有樣子 就是蝦目,爽不爽 那個黑松露味道也挺爽的 就是很有黑松露味的腸粉 所以是不是不建議蘸醬油 直接吃會好吃一點 其實如果你不蘸醬油可以先試到原味 其他這些都是蘸一蘸醬油 其實腸粉的時候也很重要 對,甜甜的 現在試的是鴛鴦腸 它有些脆在中間 肉片的質感如何 肉很軟,醃軟了 而且有很多材料,裡面真的有很多肉 肉多到整個腸粉裡面都包滿了肉 這個真的是給足料 你覺得腸粉本身的質地是怎樣 它的腸粉質地不是很滑 不是很薄的那種 適中的質地 對,適中 不會太硬,有些很硬 對,它是可以的 炸兩,油炸鬼看起來就好像一般 可能它擺了一陣的油炸鬼 應該不是太新鮮 還是我不知道它是否因為運到過來 所以 而且始終你油炸鬼包的腸粉濕了 對,可能焗了一焗 所以這個樣子就不太理想 油炸鬼淋不淋 這個平時我們都經常叫 但它今天油炸鬼是有點硬 但它那個醬還不錯 它是甜醬,混了麻醬 今天吃了一點點 但平時還不錯 對,平時還不錯 我試試那個蝦米腸 很多蝦米 對,都算是多少蝦米 香不香? 很香蝦米味 我夾一小塊放進口 嘩,咬下去淡淡都是蝦米 就是多到誇張的蝦米 這個 我們叫了一個就是 糯米雞 糯米雞 看起來就不是很大隻 一份就有兩隻 都多料的,就這樣看下去 很香的荷鹽味 它包著那個 嗯 做得不錯 都很多料,其實有很多肉碎 這個炸魚皮 真的每次都不會令人失望 每次都放得很悶 它還有還有湯 嘩,很脆的聲音 這個呢,我覺得它真的很新鮮 我覺得它很新鮮 你看它的樣子的顏色 吃這麼多一間炸魚皮 這間就算不錯 這間算不錯 真的真心推介 本身我喜歡吃炸魚皮 本身喜歡吃炸魚皮 那現在試一下 這個粥呢 我們其實在這間 試過很多不同的粥 我們試過 蝦粥 蝦粥,牛粥,全部都多料 這個蠔粥 它好像有很多蠔 夾一夾蠔 對,很大塊 真的很大塊 小心 很滑 蠔怎麼樣 其實蠔有一點腥味 不過這是正常的 海鮮的腥味 我不是很喜歡腥味 不過吃得多新鮮 好像很綿 海鮮味 海水的腥味 海水的腥味 其實蠔 我個人來說 就比較喜歡炸 或者蜜汁 沒有了那種腥味 如果你喜歡吃海鮮的 有些人喜歡腥味 這個就適合你了 看上去 還有很多蠔 其實你會看到 我試過凍檸茶 這個有沒有小糖小冰 有啊 我在書中寫了小糖小冰 應該真的少了冰 我想它直接走了冰 這個蠔好 其實也蠻冷的 甜度上面呢 甜呢 如果叫小甜來說 它也算是甜了一點 比較 還是比較甜 這個奶茶蠔很好喝 這個凍檸茶 這個奶茶我就不想試了 不是喝人 那整體食物來說 我覺得這裡 味道我覺得是有四顆星的 因為它整體來說 味道不差的 全部的味道都可以的 還有CP值呢 我覺得也是有四顆星的 因為它的份量是不錯的 而且它的材料 全部材料都好給足料的 真的 香粉呢 酒樓都沒有包到那麼多材料 真的 包到一盒的材料 而且它的材料也是好材料的 所以這間挺划算的 其實這麼多材料 加起來 最後是五十五元二毫九 那因為是我第一個APP 叫幼稚 所以其實 夾不張到它的APP 看看有什麼優惠 是會找到有好處 那如果你有什麼好介紹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留言 share like 和 subscribe 下一集再見 拜拜 дальше 再見 期閒 断